上井玩家请在5秒之内举手示意 5 4 3 2 1 天亮了 本球戏除4号 7号 12号外 其他玩家上井 上井玩家请亮红灯 随机点数4 由3号玩家开始逆取发言 2号玩家早发言准备 3号玩家先发言 4号玩家前面有个把牌塞进去的小动作 给我的感觉不是特别像好人 7跟12在井下 其实熊的板子好像 井灰也没有特别重要对吧 因为如果有对跳的话 可能是比如说猎人或者女巫吃井灰 然后 7冲着11号玩家笑 11号玩家不会摸熊了吧 然后2号玩家我觉得一定是 非平民的一张牌 如果你是一张神牌的话 那就很抱歉把你点一下 因为感觉 别的没什么 第一个发言有点难发言 但昨天是一圈发言 然后直接投票了 今天怎么有个缓冲的余地 能多听一圈 我觉得问题不大吧 过了 2号玩家请发言 我不知道3号玩家是什么 你不会是个破平民 看完牌看左边看右边 我俩不是都把牌塞进去了 为啥他把牌塞进去 他就不太好 我把牌塞进去 你就会说我有身份 所以他自己没把牌塞进去 我就只能认为 他的意思是告诉我 他是平民 那如果一会儿你跳身份 我就不相信你 这可以吧 我只能认为说 你给我认了自己是张平民牌 我是个好人 身不身份都不知道 就看了一遍牌 后来忘了是啥 听听后面发言吧 没太闽人 就是看到了4号玩家 是在窥里看的牌 看完之后就立刻放完 然后待窥了 一点反应都没有 所以确实也没有太闽到 其实好人啊 过了 1号玩家请发言 我认为3号玩家 前这月的发言 是工作量比较大的 他打了井下的4 探知了2号的底牌 但2号的身份 其实2号 第3号是平民 我是不太能理解 为什么是平民呢 他说你有身份 其实就是 那意思就是 有可能是狼人 也有可能是神份 为什么3打了4打了2 在你的眼里 3是平民呢 所以我打个问号 质疑一下 我自己底牌是好人 然后我往后扔个水包 这是我最近 自己在打网杀的时候 然后比较习惯的东西 我随便往后扔一个 10号和11号的水包 我想刺激一下 他们的发言 希望你们如果是好人的话 可以多聊一些 多聊一些东西 我自己是好人 前面2 3我都没太 我首先觉得3号 它的工作量是比较大的 然后2号定义 3是平民那一点 我没太明白 所以2 3好人身份 确实都不能给 没听太出来 然后我的水包 扔一个10号和11号 别的就没有了 这个不用前刚后放了吧 熊的板子我觉得 我就不选择前刚后放了 然后景下我们再聊就可以了 好吧 我就退水了 过了 11号呢 请发言 刺激一下我的发言 你要怎么刺激我 然后 就刚刚 首先景下12号玩家 我注意到 因为我坐到旁边嘛 然后我看到他 1号发言的时候 他都有详细的做笔记 我可能觉得 好人面偏高一些吧 因为 如果他是一张老人牌的话 其实没有必要去做那么多笔记 因为不可能 假如他是个狼 123全是他狼 就全是好人嘛 或者全是狼 所以我觉得他既比这个行为 记得比较详细 可能是好人多一些 然后3号玩家 开局之前 他确实是 比如说 聊了7号 聊了11号 然后也聊了4号 但是我觉得2号玩家 起身对于3号玩家 那个发言 我个人觉得 如果说 2 3里面开狼的话 我个人倾向于2不太像 因为 我是觉得2号玩家 他能把3号玩家 就是说 4号玩家 把牌塞进去 2号玩家自己说 他也把牌塞进去 这个行为 我觉得他是个狼的话 其实没有必要这么聊 然后前队 这是我对前队队的拆解 就是如果2 3可以不开狼 如果硬要开狼的话 可能开一张3 然后1号玩家 确实也好久没玩了 他说要刺激一下 因为我现在不清楚 他底牌是一张好人牌 是狼人牌嘛 他底牌可以是张狼人牌 去刺激好人 也可以是张好人牌去刺激 但我没听10的反应 因为他刺激的是我们俩 对吧 然后别的信息就没啥了 7号 刚刚确实在我面前 打了一段BBOX 可能 可能好人面 还可以吧 对吧 要不他招惹我干嘛呢 所以 现在前队队 我觉得12可能不错 23有可能不开狼 然后开的话只开一个 7 没听发言之前 觉得还行 别的没啥 我过了 10号呢 请发言 你是真窝囊呀 他刺激你 你不喷他 你过来听我发言 你真是窝囊到家的 你有点 谢谢有被刺激到 我是猎人 我拿到警惠就出你 你不是刺激我吗 好吧 然后我觉得23里面 有狼一定是2啊 不是3 因为 2对于3的第一反应 你的底牌 不会是一张破平民吧 那正常 他的发这种言 你应该说 你为什么窥指我的底牌 你要是好人 你找狼就行了 你找身份干嘛 你的底牌应该是狼吧 所以我认为2比3像狼 但是1跟我听发言不一样 1觉得3比2像狼 所以我对1非常怀疑 因为他你觉得3的工作量很大 对吧 那我觉得2不像好人呢 我觉得3还可以 然后我回去稍微复了一下 我觉得昨天 那两把好人玩都不太好 主要是定不太准 舒老师的身份 那两把舒老师都是好人 我也是好人 但是我都觉得他像狼 所以我今天会对舒老师发言 比较谨慎一点 窝囊吧 好吧 然后别的就没什么了 我拿到警惠 我会在1 2里面 后面熊就跳吧 好吧 别的没了 我是猎人 过掉 这话呢 请发言 本来是想攻击两句他 他说他是猎人 脾气今天也有一点不好 那我就不多发言了 好吧 猎人肯定是前场唯一真猎人了 我是好人 我是好人 然后那个前面1 2 3的关系吧 说实话 我定许姐身份 倒是真的不太准 李斯现在也有所下降了 不行 我得挑战9号位好吧 来吧来吧 不行 跟着猎人投票好吧 然后那个警下的 那就肯定会 后周围有跳的呀 这后面也挺难分辨的吧 一个8 一个6 一个5的 也挺难分辨 那你们就跳吧 我好人啊 那个10号晚上是猎人 那前置的那些就 不给那个身份定义了 因为大家都太滑水了 有可能会给错 好吗 好人排过了 8号晚上请发言 确实是熊啊 想一想 9的发言 太滑了吧 但我偏向于 反正是抿了他开牌 我觉得不是很像影狼 反正 如果待会我没咆哮的话 我可能偏向于90 纯号人 7在井下看投票嘛 10是 应该是猎人 但是我可能不会退水啊 然后我就想看一下 井下拉票型 5 6有对跳 就在对跳里出 5 6不对跳 可能也在5 6里出吧 因为 除非你说狼 就是选择好了 不跳熊 那不然 应该是5 6那个位置 有原始的 7跳熊的位置吧 我今天如果 实际上 我今天如果不咆哮 然后5 6对跳 就出对跳嘛 5 6如果不对跳 就5 6 PK 如果我咆哮了 那就79 PK 79P的话 我目前可能觉得 7比9 像好人 多一点 因为9号 你说 7号长成了是吧 嗯 昨夜 熊咆哮了 嗯 天啊夜 嗯 天黑请别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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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请张颜 老人请选择击杀目标 所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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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算了吧 让我们共享时间 把繁星事都先留给明天 oh baby 今晚我们都忘记过去 把记忆点都加时顾虑 就没有再次举起 因为谁的笑声 感情很零唆 当然不在乎谁造成 我从来都不会介意你说的鬼话 你说不是伤害 其实没那么伟大 但我总是被这些问题给缠住 慢慢的 我将变成一种难度 感谢 你照顾从不在义我的难处 狼人劝然请毕业 大刀可燃度 那天我最悲惊 隐狼请张颜 借你的大刀状态为 请选择击杀的目标 你感受到我卑微呼吸 你累了 事情你根本来的大力 隐狼劝然请毕业 女巫请睁眼 借 刚好夹被击杀 使用脚要性给你手势 使用脚要性给你手势 使用脚要性给你手号码 so baby how a good night 感觉都美 how so baby how a good night how a good night 女巫劝然请毕业 so baby how a good night so baby how a good night 猎人请睁眼 how a good night 请劝你的精通状态 猎人劝然请毕业 座玩家请整理表情 3 2 1 天亮了 退水之棒环节 5 4 3 2 1 有了警察玩家8号10号 请警察玩家代亏做好投票准备 代亏 请从8号10号当中选出本机游戏警长 3 2 1 请出票 4号12号投票给10号 10号玩家2票当选警长 其他玩家前来蓝灯 昨夜熊没有咆哮 8号玩家倒牌 是有发动技能 5 4 3 2 1 8号玩家请灭灯离场 请警长组织发言税区 4 4 4 6 6 6号或9号 6号玩家请发言 想想啊 没听过我的发言 然后没有办法说断定 比如说已知8号言是一张熊 所以5就是所谓的原始起跳位 我觉得没有办法断定这个事啊 所以我会不会在5没有发言之前 就把武汉家一钉 就把他拉上PK或者怎么样 听听他发言吧 因为7比较干脆利落的自曝了嘛 所以 其实这个1.0来说可能5不是狼 但我后来又想想 如果5不是狼 7 自曝 也是啊 咆哮的话好像如果他不是好人 他也不会跳 他只能跟9PK 然后10号还跳了枪 7 9PK 感觉他也不一定批得过9 我是觉得不一定批得过9 所以他好像里外里自曝的可能性 其实是大一些 然后景上其实我听发言 我对11号研发言是有一定质疑的 有一定质疑的 就是你保12的点 我是觉得挺牵强的吧 水平现在已经是 这已经不是什么年代了 水平还会因为寄个笔记 就被你通过寄笔记的方式 知道他是好人还是老吗 就我觉得你保他的有点是为了保二保 就那一段 我觉得是 但我自己觉得 其实你聊二三那个 我觉得还好 因为二 说三号研可能是平民的那个发言 我听懂了 二号研好像也没有说三一定是平民 他说的给的判断是三号研等会在 就未来生退的时候 三号研你跳身份 你如果没有身份 那你可能底牌是一张狼 大概是这个意思 然后我底牌是村民 我觉得好像可以跳吧 好像可以跳 身退 已知死了一个熊 死了一个这个 要抱了一个狼 然后女巫多少起来 抱个银水什么的 我们至少 至少有一个容错嘛 我觉得至少有一个容错 除非老人选择去对调 对调剩下那个是什么 白痴 除非选择对调白痴 对调女巫那么得用 所以我觉得好像我可以带 带头先把身份拍了 我现在就比较纠结 就是把五号研放在一个什么样的轮次 是不是这一轮就把它直接提上轮次 我比较纠结这个事 但是我是觉得我在井上信息 比较有限的情况下的话 我选择听他言 我选择听他发言 然后轮次其实也轮不到我安排 因为现在是有井辉的 如果没井辉 我可能自己说好 然后我会选择给一个大概投的范围 但我觉得已知 石是个猎人拿下井辉 就让他来归就行了 他觉得谁像狼 就投谁 然后 然后 我是觉得 井下是什么42 对不对 然后我觉得42 应该可能还要出牢吧 感觉可能还要出牢 至少井上 我没有明确的能感觉到井上 铲三个狼 三个狼如果铲在哪 我觉得蛮困难的 我是觉得蛮困难的 有可能还有 就是我都是 这些都是我在井上 只听了一轮 带了一些猜测性的发言 不是有什么很重的 什么逻辑支撑 因为井上没有太多的说一定的 就是互彩的关系 比如说你可以说二三互彩 你可以说一彩的十一 因为十是恋人不拔 往边上放一放 但是你说互彩就一定出牢 或者一定只出一个嘛 也不一定 所以我觉得就只能听听 你们后面的发言 然后我是好人 然后过了吧 五号狼家请发言 视角里六肯定是放不下的 因为八号玩家是莫志为 最后一个熊 七号玩家在井下 他不是本局游戏的起跳位 那除非说他们第一天晚上 狼队安排的格式就是 全部都不跳 就赌那个熊周围是双好人 就赌熊在两个好人中间 但是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是不是有一些些 我觉得还是可能跳会更好一些吧 所以当七号玩家自爆 我的第一反应 我肯定是要怀疑六号玩家嘛 也存在六号玩家说 那个可能就是没有 没有他的狼队有跳的 所以七自爆 但我会想第一天狼队安排的格式 而且像六说的 他觉得四跟十二里面 还要处一个狼 那井下就是两狼 井上有一个狼 高低跳一跳 问题也不大呀 所以我觉得六号玩家在这个位置 我没有觉得很好吧 因为至少我的视角里 我是觉得六号会像狼的 然后我觉得九井上的发言 还可以吧 具体可以让十二玩家 再去判断一下 但是我觉得十跳完猎人之后 九号玩家对十的反馈 没有觉得很像狼 然后呢六号玩家 唯一让我觉得井下 有一点点像好人面试 他打了这张十一号牌 但是也可能存在六是小狼 十一是大狼 我自己听十一的发言 全在递话 从头递到尾 因为一个人在记笔记 保了他是好人 七号玩家坐在井下 什么话都没说十一说 我敏的你七号玩家是好人 陈俊杰怎么可能有一天 坐在这个桌子上说 我敏外格是个好人呀 我只能怀疑你的两段地话 都是在说 我昨天看到你了 皮儿 我昨天看到你了 外格 我在这儿呢 就是很像 因为莫名其妙 保了一张七 保了一个十二 是保了十二吗 我本来听了保了四 所以我 我觉得十一号玩家井上 工作量非常非常大 因为他的发言 完全不是针对前志位 发过言的逻辑 而是存在以敏直去打 我觉得不对 我认为我听十一的发言 很像那个尹狼 尤其是七号玩家自爆了 所以十一在我这儿 就更像狼了 而六的原因是因为 七是一张井下的小狼 而我自己是好人 那我视角里的七条位 就只能有六号玩家 然后至于四跟十二 没有听发言 然后我自己觉得 井上的三 我觉得还可以吧 因为三号玩家井上 好像是有跟 就是有说什么 七号玩家在敏人 我觉得他好像不太认识 这张七号 然后我自己对井上的关系 我是觉得三不跟四见面 二也不跟四见面 我只能提供这么多了 因为我听到的东西 仅此而已 好吧 我是个平民过来 最后玩家井发言 升推吧 就我女巫 九银水 那个五号六号 他们都是 甭管你俩什么身份 你们都攻击了十一 然后十一也是我井上 直接锚定一张牌 因为他低话 确实太明显了 因为我认为 C学界 在大家一个 完全升推的板子 前之位 并没有给出太多 逻辑关系的时候 他对于二三 有一个逻辑定义 然后却没有对一 有太多逻辑定义 他通过记笔记 认下十二位好人 然后七自爆了 他在那个位置 觉得七直接明保 所以六质疑到十一 五也质疑到十一 我也质疑到了十一 我说女巫 但是我没开毒啊 因为我还是要在 因为我知道 肯定是熊吃刀嘛 所以我这拼毒 还放在手里 九是饮水 既然咱们那个 Teddy Bear都说 九先放一放 那我觉得 Y哥的这个刀法 应该第一天的饮水 不太可能是自己大哥 所以九我就完全排了 所以九十水圈 你俩就在后面 好好地想一下 今天咱们归谁 五六里面 我觉得五可能 脚比不好一点 因为我觉得六对五有宽容度 他说那个七自爆 那个他不一定要打 一点零逻辑 五可能是狼 就是后这位有什么 一点零逻辑 五可能不是狼 然后但是他对五是有宽容度 但五对六没有宽容度 他打翻打六为狼 但六是狼的话 你也觉得十一是像引狼 那六为什么要把引狼 点在台面上呢 所以我综上吧 我觉得五比六像狼一点 我是这么听感的 然后反正我今天会锚定十一 没人出的话 我会把这个地画的十一给出了 就确实太明显了 过了 各位大门老师 二十点整了 到了我们八点到九点 打人期票的时间 希望大家在这个小时 都能帮我们搜索人期票 下方礼物先来点开 就是粉丝的水扬卡 第一个礼物 一毛钱一张人期票 最多可以拉满六百票啊 希望大家都能帮我们先来 冲击一下人期榜单的前视频 感谢大家 三号玩家请发言 舒老师你女巫应该是女巫 我几个逻辑 我不太敢苟同啊 首先什么 那个九号玩家七十郎 所以九就是好人 这个不对吧 你还不如说九十身份定义 比较准确 所以七看见九十是两个白牌 砍哪个都没用 我觉得这个 说九十好人 还比较正常一点 九十引狼砍一刀 如果我是狼 我肯定冲着引狼砍 我能知道谁是引狼 我给他来个饮水护体 不好吗 所以你逻辑 逻辑是有点反的 对吧 但我还是觉得九十好人 九十三四是四个好人 然后五跟六 我肯定觉得五的发言 比六好一点呀 六起来 啥也没干 一个狼没打呀 我怀疑下五 但我也要听听五的发言 我觉得十一跟十二可能是个地话 反正猎人在那里 猎人拿归票 二三打了 这不是说白了 就是画了一个大葫芦圈呗 大葫芦圈 我们狂哨 那锦旗都拿出来了 一个人都保不住呗 保了半天就保了个 保了个跳猎人的 保了个猎人边上的酒 你还干啥了呀 打嘛也没打死人 所以我觉得五六发言肯定是六 六比较像狼 但不代表五一定是好人 因为他们同时攻击了十一 你说十一是个隐狼 那是个啥 啥品种的隐狼 巴不得 你有这么怕吗 十一是隐狼 他知道七是同伴 他根本不用地话呀 他在那划就行了呀 对吧 所以你们七已经自爆了十一 你们说十一地话 地啥话 不用地呀 在那坐着聊就行了 所以你们还说十一保十二啥的 我觉得这段逻辑的拆解是不对的 对吧 他去狼他需要保什么 不需要呀 他保的越多 自己把自己拉上 扛退位 交点位 对十一没有任何好处呀 所以四五六你们都攻击十一 我不是特别认同 十一可以做 直接做一个小狼 对吧 但他不太能做隐狼 我是这样觉得 就比如说十一小狼 去保十二好人 我觉得这个比较符合常理 然后井下七四七十二啊 七一个狼 你说十二是狼 五六出他们同伴 他们跳一下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但反正就画到这一半嘛 就这一半 我靠左四五六发言 我觉得四 底牌是女 五六发言我觉得五比六好 然后靠这边的话 我觉得十一的发言 没有让我觉得特别像狼 相反我觉得一跟二里面 可能出的问题比较大 对吧 场上还剩三个狼嘛 这里四个牌的 一二三四六个人里面 我觉得五六里面得有狼 然后一二十一十二出狼 我觉得一二 一二当中有问题吧 好吧 二号玩家 我觉得你不能是平民了 对吧 你说我是个破平民 那你是个啥 但我确实是个破平民 别的没什么 然后十号玩家归票了 如果只在前面里面投 我会觉得六比较像狼 过了 二号玩家是他也 我觉得你打六 六打我的点 好像延伸的不够啊 六不是在前周围保了我吗 你可以打六 可以打我 那你就延伸下去讲啊 你觉得六是什么狼 我是什么狼 六是怎么来保的我 你很 你的发言一直在聊 四五九十 十四个好人 然后十一十二好像不是吧 五六里面六有点问题吧 最后聊了 聊到你的三分钟发言 两分半聊完之后 最后三十秒 突然间视角才进到一二 说一二里可能还是差一点 那我自己对于六号玩家 肯定好感度会高一点 因为六号玩家是场上 几乎唯一一个 但当然不是所有人打了我 只是有一些人打了我 但六号玩家至少 愿意在那位置给我一个好人身份 我说一下我的底牌 是张平民牌 所以当三号玩家警上说出 二号玩家你的身份 一定不是张平民的时候 我心里肯定是乐开了花的呀 我肯定觉得我迷你 比你迷我准一点嘛 那我当时听完你的发言 我觉得你的身份 是名其名以下 但不是很重要 因为你给了我这个信息 我不知道你是狼还是好人 但如果你是好人 你给了狼人 可能会有这个信息 觉得说 那二号玩家不在我们狼队 有没有可能是神 那我就接过你的话查 我就反过来 我就想做一下自己的身份 所以这我得跟十号解释 因为十号警上 确实对我好感度没有那么高 但是我自己的心理想法 不是第一时间是要攻击他 因为我不是神 我要是神被他命到了 我肯定就不舒服了 但因为我是平民 他这样说 我就觉得说 那我就包装一下好了 看能不能演到谁 当然七号人家自爆 那我也不觉得自己 能演到任何人 其实七次爆的时候 我一直有在考虑说 本身九号那个位置 比较偏后置位嘛 有没有 颈上一定会有一个原始起跳位 就算不在五六里面 前面也该有 但我觉得九号的位置 它不能是一张 红狼牌的原始起跳位 因为他那个位置得是红狼 你看七号九号 怎么着你说运气差点 六号八号里面 开一个熊 怎么着都咆哮了 所以我当时在想 我自己的思考量就是 我觉得九号做狼 不能做红狼 最多只能做一张隐狼牌 那他如果是隐狼 他的颈上的发言 比较滑 啥信息也没传递 所以就没觉得说 他一定是隐狼 当然了隐狼 可能会再看到狼队友 七号 这自己狼同伴的时候 就会觉得说 我的任务就不是传递信息 而是我第一件要物 先不要从自己的发言中 让别人听出来 我像一张狼人牌在传递信息 所以就是当五号人家说 十一的发言 特别像在传递信息的时候 我也有考虑这件事 如果我今天是一张隐狼牌 我当我得知 我的小狼同伴有七的时候 我的第一要物 到底是保护自己的身份 还是给我的狼队友传递信息 我大哥我在这儿啊 我想说你保护自己 可能歪哥在听你发言的时候 都会想说 哥们你保护好自己吧 不要再卖狼同伴了 所以我倒没有说 因为这件事情一定觉得说 十一号一定是那个传递信息的隐狼牌 然后这是我所有的思考量了 我现在是认不下张三号牌的 十一号的发言还得听一轮 我希望十号人家至少能认下 我不要出到我 我是平民 过了 一号人家请发言 目前狼坑就是三五七 十一十二 五金四 我底牌语者 肯定是有点东西 才敢往后置卫去 刺激一下你们的发言 我底牌是白痴啊 我底牌是白痴 所以我井上就没听证十一号 十一号老师 什么叫我刺激刺激 那你对我的定义是什么 我都这么刺激 你就像十号玩家一样 他的弹性是很大的 什么叫弹性 把一个啤酒扔到地下 看他能不能弹起来 我拍了一下 你看你对我的定义是什么 我不怕别人打呀 我有底牌我怕什么 你井上没有去认为我像狼啊 十一号玩家 你说我刺激你发言是什么 我也跟反水对个话 我井上没有说过三号比二号好 类似的话 我说的是我听不懂二号 他说三号是什么 是个平民 按理说还是那个皮球的效应 三号在前这位惹了二号 二号为什么不认为三号是狼 这是我对二号的质疑啊 所以这一轮井下的发言 我认为二号还行 保他一轮 升推保他一轮 升推就井推领先 我们就跳身份 所以五六里如果有狼的话 我认为六这一轮的发言 是比较丰满的 他的思考量是比较高的 首先七号玩家自爆 他会想到五六里可能一级逻辑 1.0的逻辑 五六都是好人 因为没有狼去起套穷了 七批不过九 所以七号玩家自爆了 这是六聊出来的东西 但五在那个位置 其实想打六又不想打六的 然后五其实全是在博你的好感 你发现了没 他保的是九 然后他在这个位置打的是二 井上你也打了二 所以我认为五比六更像狼 如果五六里有狼 我认为那个位置 目前的位置可能是五 那四是女巫 九是饮水 这个位置我认为九一定是好人的 因为七自爆 所以九是好人的 我认为他又是饮水 首先你们盘九是不是饮狼 所以我认为四号玩家 不管他给的过程是什么 但是他的结论是对的 所以我认为目前 我没有觉得九是狼 所以我没有觉得二是狼 位置就只能是三五七十一十二 因为井上我认为 十一号你的弹性很不好 那十二号玩家你是井下的牌 四号玩家是女巫 七号玩家是自爆的 我希望听到你的发言 你是名我是铁狼的 我也名你是铁狼 对吧 但是我要听你的发言 给你点容错对吧 这个东西 我底牌是愚者 所以我在这个位置给你点压力不过分 对不对 我跟凡水说一下 二号留一轮 我保他一轮 也不是说永远保他 这一轮我没有觉得他很像狼 而三跟我听的东西 他认为六像狼 他认为十一是好人 全是反的 三号跟我听的全是反的 所以在二三里面 我觉得三更像狼 这是我目前的听感 好吧 我是鱼者 然后狼坑也点过了 我希望十二号好好发言 我过了 十二号要请发言 我井上听的话 我是跟水子姐听感一样的 我是觉得三比二好的 主要井下有两个点比较奇怪 就是从五那个位置开始盘 十一可能为隐狼在地画嘛 那十一如果是一张隐狼的话 他保我一张十二 然后再保一张七 他在干嘛呢 对吧 然后三号玩家刚才提了一个观点 说十一号玩家为小狼 十一号玩家为隐狼 为小狼的情况下 不管他是什么牌 他看我都是白牌 对吧 他都可以保我 我底牌是平民啊 我先交 所以我觉得十一像小狼 这个观点其实更可能成立 对吧 所以五号玩家你在前之位 你提的那个什么 十一为隐狼 然后给七十二传递信息 这个我觉得你是在打我进狼坑 对吧 所以我不可能认为你是好人 但是奇怪就奇怪 在你看 现在我的视野里面 如果我认为十一是小狼 五肯定进我的视野 五进狼坑五十一 那三在干嘛呢 对吧 我听完三的发言 我是觉得三十一应该是共底牌的 因为三这个三在这个位置 没必要在前之位都打十一为隐狼的情况下 对吧 觉得我像好人 那他那他在干嘛呢 所以肯定还有一张外之位的 在做身份的狼人牌 有可能是这张二号 我是这么想的 因为二你井上原始发言 你是给三贵的 且你这一轮的独立发言 你说的很清楚 你的后半段逻辑和三一模一样 你都是认为十一号只能做小狼的 对吧 但是井上三压榨完你身份以后 你直接给三贵了 然后井下你觉得三不好 这个逻辑转折点在哪的 我底牌是平民 所以现在在我的视野里面 我认可三号玩家的逻辑 我也听了二号玩家的发言 我视野进了十一 我就同时会怀疑我 我不觉得三十一这轮 如果是两张小狼的话 能发出来这种言 所以我视野进了二 对吧 因为四是女巫 一是白痴 我底牌是好人 除非六是那张狼 除非六是那张做身份的狼 但是五六打起来了 五六那个这轮我是真没听出来 如果我打错二的话 那五六可能就要进一下视野 然后我是好人 对吧 我发现这段言 我肯定不能坐狼了嘛 因为我跟他们都不认识不见面 然后九那个位置你们都保 女巫也保了 且她也是饮水 她不可能再进我的视野了 所以这个位置 我感觉最危险的 应该就是十一号玩家和五号玩家 因为外周围那张牌 现在还没有听准 所以我会再听九十的独立发言 然后十一号你要不要 你井上保我 其实我是对你有好感的 他们当时打你是引狼的时候 我以为你是好人 但是三号玩家发现那段言以后 我觉得你是有做小狼的可能性 但而且很高 其实你确实井上发言有点奇怪吧 你保齐保我是有点开眼 我觉得你可能是在补好感 因为现在没有位置了 我是好人 五盘你引狼那点真的太奇怪了 所以你不清楚你是什么 过了 我觉得你是小狼 十一号你要去发言 别要死我了 终于到我发言了 是从哪个位置开始篡改我的发言 说我在井上 我只是分享了自己的名字 我明确说了三和二里面的关系 他们俩可以是两张好人 也可能出一张狼 如果出一张狼的话 那可能是三号玩家 那个位置会出狼 因为我觉得二号玩家 他为一张狼 他不会说什么 他也把旁藏到这个底下这句话 对吧 我明确说了 我三二里面关系拆解了 一号玩家 我也拆解了他的发言 我说了 你去刺激我们俩 第一种情况 比如说我要没听过十的发言之前 如果你点对了十 你的身份可能是好人 如果你点了两张白牌 我再会考虑你 这是我对于井上前之位 一二三所有的拆解 然后我说了 七号玩家不是抿他向狼 我是说他在我面前打了一段B-Box 这个玩家刚刚不是 这是开牌以后的东西 我觉得他 因为我是一张好人牌 我觉得他不会去招惹我 我没有说我开局之前 我看七号玩家就是好人 我明确说了为什么 至于十二号玩家那一点 那可能是 我就是当时觉得 他记笔记 我觉得是好人面多 但是我听完一圈所有人都打我 那我可能觉得十二是我 可能是我保错了一张牌 要不然干嘛这么多人打我呢 而且我觉得五号 反正现在在我设的类 我觉得五六里面 因为六号玩家是给我留了魂 但五号玩家是完全没给我留魂的 甚至你觉得我是一张狼 你为什么不去攻击六啊 你也说六号玩家 聊了我一半之后 他又不聊了 那他有没有可能 就在你的视角里 如果你真的觉得我十一是一张影了 六号玩家有没有可能是 保护我的小狼 为什么不聊了呢 所以 你认可了六号玩家的前半部分观点 打我十一 但是你又不敢把六号玩家打死 那是为什么呢 所以我觉得五号玩家的逻辑上 而且你是篡改我的发言 我明确说了 我没有说看七十好人 所以我不知道四号玩家 我本来 因为现在目前为止 除非九跳女舞 如果九跳女舞 你是单边女舞 我觉得你也是 没有听 我不知道是 听了五的发言还是怎么样 你就是篡改了我的发言 我明确一二三 我给了自己的点评 而且就像陈如 陈如前这辈 我忘了是二号玩家好像说的 还是几号玩家说的 就是说如果说 比如说我是一张 假如说我是一张影狼 影狼不是知道小狼号码吗 那知道七十的话 七如果做一张小狼 我还需要去递话吗 而且七号玩家自爆 那我是不是理所应当 理所应当作为第一抗退位了 所以我横竖都不可能是狼 所以我不知道是 为了打我 还打我或怎么样 我承认我锦上 唯一发言不好的一点 只是单纯的 因为对于十二号玩家 我保的可能太草率了 而且目前为止 我说了 我不会再去保十二 好吧 因为我觉得十二 首先他这轮打了我 其次 因为我保了他之后 被太多人打了 我觉得那我可能 保的人有问题 因为狼人是有视角的 这个点能明白吧 所以 嗯 三号玩家 我打了你 你还说我是好人 我不清楚啊 第一种情况就是 我现在进我视角的牌 第一种情况就是三五十二 三号玩家看到我打了他 他没有攻击我 反而去保我 去保我好人面 可能是不我的好感 这是我现在目前的理解 然后 而且你们打我的点说 我锦上聊的太多 这不没开视角聊呗 那就都滑水嘛 就都滑水 就身份就高了嘛 我可以聊对也可以聊错 但是我要分享我自己锦上 不管是闽人 还是听了前这一二三的发言 我不想滑水 有有 有什么问题吗 好吧 今天我可能会去出五啊 你不行你就 五六里面 雪花她一直盯着我看这会儿 反正我目前为止 我觉得五号家是 因为我觉得她逻辑是断层的 我过了 十号呢 请发言 你是真窝囊 我不想伦伦都说这句 十二说要出你 你要出五 那你眼里十二是什么 你不是说你觉得你保错他了吗 你为什么要先出五啊 你真是隐狼 十二不知道 一通暴揍你 你知道十二 你知道五不是队友 你要low五 是这意思吧 这是一个生推的板子 你的底牌是平民 前面已经跳出来五张民了 十二要暴干你 你说没事哥们 我保错你了 但是我不出你 你当我是小猪 啊对我这么好 你把九保了 五六出一个 二三出一个 十十十一 十二出一个 就完事了 我说一下 我肯定是 比较参考舒老师的意见嘛 那个 关 问题在哪啊 我这轮真的听二 表水还可以 有道理啊 你说他如果是 真是个狼 或者有底牌 他就去攻击三了 他确实有可能是个平民 所以对三的反应是 你的底牌是不是平民 我觉得二这轮表水 我勉强还可以吧 主要是你说三是个狼 他发言是不是有点太轻松了 因为他认得水圈是好人 在后这个隔壁 他很有可能会暴毙的 他发言很轻松 而且他跟女巫逆着来 他是很想死哎 他的发言 他是好人 他就是想死啊 所以我也没太听出来 三是定狼 但是十二当不了好人吧 十二是这样的 在你眼里 你认为五六里面 五比六像狼 对吧 五六已经形成对打了 你可能打不到五六双狼 没毛病吧 那你觉得五六里面 开一个狼 二三里面你觉得二比三好 那三是一个狼 那九倍全场保在你眼里定狼 就是十一 你不用盼这么多逻辑 而且你为什么会觉得五比六好像狼呢 你肯定觉得六比五像狼 因为井下三张牌 七号人家自爆了 四是全场的单边女巫啊 那六说认为井下还要出狼 你怎么会觉得六比五好 你一定觉得五比六好对不对 是六第一个抱起打十一的 五是跟着六打十一的 对不对 你不可能觉得五比六像狼 所以你的底牌肯定是狼 而且你是好人 你不可能出到十一 因为在你眼里 你是个平米对不对 二三五六都跳了平米 你一定会在前这位出牌 你一定认为前这位一定开狼 对吧 是百分百开一张狼人牌的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会出十二号 九号玩家 我稍微有一点点没太放下的是 七号玩家自爆的太果断了 你又是个饮水 他就这么把你一个钢铁好人 坐在我旁边吗 但是你好像井上发言 是 但你又说了一句话 我本来想打你挑猎人就算了 赶紧是个狼的话也不太 你应该说 哎呀宝宝这把就靠咱俩了 我觉得就 再听听吧 好吧 我觉得十二不是很好 你要归五 你很有可能你是好人的话 你就等于是在替狼吃毒 因为十二要归你 你都不出十二 是吧 舒老师你今天夜里要开毒了啊 你肯定得开了 我觉得二还行吧 好吧 五六里面那个我真没听证 他们俩这一轮互打 下一轮有可能就不互打了呢 都有可能吗 对吧 他们如果是好人 可能真的觉得对对方是什么起跳位 什么的 这都是有可能 哎他们没发过眼 我对五六我觉得不太上轮子 我觉得十二不是很好 多少时间到 嗯过了 九号拿起发 那就是五六十一十二里面 四进三嘛对吧 然后那个呃 如果十一十二号玩家为狼人 那他的同伴只能是六 而不是五 因为五号玩家说了 哎你是不是能看到七 能看到十一十二里的一张牌 所以你在低话呀 啊他跟你这么说 所以说 而且你又开始啃手指了 十一号玩家 哦所以我会觉得 如果说十一十二号是狼的话 那五就摘出来 六就放进去 假设要是 比如说十一十二里的一张牌 是跟五号玩家成立队友 那六就摘出来 那外周还还有一张 那外周是谁呢 一四挑的身份 二是一说保一轮 下一轮再看看 对吧 那就要么就只能放三 那但是这得看 如果五六里面 比如说是十一十二六 这样的狼坑 那三就是好人吗 我自己是好人 这还有什么东西要说了 那一四都跳身份了 这个就很难打呀 一四跳了身份 然后我觉得没什么 没什么可以犹豫的 五六搞不清嘛 就下一轮了 那公共狼坑在这里 就往这里出呀 对吧 这我觉得没毛病 然后一四是两个神牌 十号玩家是个神牌 二号玩家 三号玩家的话 我偏向二比三好一些吧 然后那就不在外注的窄位置了 你就在这里面归就行了 十一十二五六 然后你觉得五是他们的同伴 还是六号玩家是他们的同伴 如果十一十二是两个 那就是六是他们的同伴 就这样 我好人排啊 就让十号玩家归吧 过了 做完那发言结束 我帮大家请大家推走 对吧 准备 再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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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长请归票 警长归票 十二号 各玩家请做好投票准备 三 二 一 请出票 一号 二号 三号 五号 六号 九号 十号 十一号 投票给十二号 四号 十二号玩家 八点五票出去 请发表言 你没听我发言 现在我不能是狼了吧 我警长发言是这么说的 我说三比二好 唯一跟我投的是女巫 因为你看 我警长原始发言说的是 从五那个位置开始 五说十一是隐狼 五说十一是隐狼 在地画 我就必须得是那张小狼 因为七字报了 七是你们眼里的名小狼 对吧 他明确的说我是狼人 但是三号玩家发言说的是 十一只能为小狼 你也觉得三更像好人 且十一段逻辑更成立 对吧 然后二的发言是和三后半段完全重合的 这个长达老师能听懂是吧 所以我觉得二比三差 这是我给的位置 然后我当时不太想打十一的原因 就是因为如果我觉得五是狼的话 那他就是想要十一十二两张牌一起上焦点 因为你不能在这一轮说五六做不了两张狼人牌 因为老兵子没点狼坑 所有人前之位都听到了吧 老兵子这轮就是发了一个 那个叫什么来着 大葫芦圈是吧 然后就过了的 所以前之位 我这个位置是好人 我知道明坑一定爆炸的情况下 我们两个都上焦点位 我必须得打死他 哪怕他是平民 因为我们可以有出错一个平民的容错率 因为女巫可以独队追轮次 对吧 所以我必须打死谁 我不打死谁我就出局了 因为我是平民 我平民为什么要接受出局呢 然后现在票行看完了 我得是好人了吧 所以水姐姐你是听错我发言了的 我是明确说二比三 不是三比二向好人的 我也说了 我说三十一两张牌怎么能做两张小狼的 三发言那个言以后 十一的底牌 三十一一定不见面 对吧 所以我当时在犹豫 十一这个位置 如果是狼的五 五我就定错了 但是五明确的说我是狼 我肯定会觉得五更像狼人 我这一票如果不投十一 我就相当于是认狼 这个应该是舒老师听懂的 所以我要解释给十和一挺 因为你们两个是神牌 然后现在票行投出来 我得是好人 所以现在你们就要定十一的身份 如果你们觉得十一是狼人 那就没错 那我井上盘的东西就都是对的 如果你们定十一是好人 那边就一定缠多狼 对吧 因为七号玩家是小狼自爆的 他们夜间一定会有格式 肯定没有那么简单 对吧 然后其他就没什么了 就其实我们轮次还是够的嘛 舒老师别读错了就行了 过了 十二号玩家一年结束 收发动请到 5 4 3 2 1 十二号玩家请离场 天黑请闭 各位大目老师 现在是20点22分 直播间正在冲击人气榜单的前十名 希望各位大目老师 在这个小时时间段 都能帮我们送送人机票 现在我们在人气榜单的第十二名 然后只需要有400位大目老师帮我们送出 第一张付人机票 就可以突破当前排名了 感谢大家的人机票 谢谢大家 老师请给你 老师请的机箱目标 对我的事情 但从我说起呢 我也不知道 所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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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算了吧 让我们过不下时间 老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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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老师看 老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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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肯定就跟着头了 然后如果觉得12号玩家一定围狼 那么11就是那个狼 因为5先点出来的 这是5先点的 但是如果不确定12号玩家围好人 6号玩家11号玩家围狼 那就他就进去了 反正他们里面要窄一个位置出来 外置位除非要窄要放的话 那也不是2只能放3 但我觉得3不是 因为主要三把没怎么提到他们这儿 就是五六一直在提他们这儿的位 他们是先打的这个位置 好吧 深推 那就看看吧 就51PK吧 但11在莫之为发言 时刻也听他的发言了 51P下K 其他没有了 我觉得如果现在 我再把别的位置放进来的话 那我也只能打你一下 试试弹性了 但是我是只能在投票环节 在投票 我就没机会发言了 所以这一轮是比较谨慎的 那就5号玩家跟11PK吧 我还是这么想的 好吗 其他的没有了 我23我就先不放进去 假设23 23也不能是双狼 因为不能是5跟11是 狼在23里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困难 所以我觉得我这一轮就不打23了 我想在51里头 我觉得这样的精准都是会比较好的 这样跟12号玩家围狼也是有关系的 这样的话我觉得可以投到狼人 51吧 反正他们俩是平民嘛 我觉得6号玩家 12号玩家出局 肯定有狼人 这是肯定的 不然这游戏已经结束了 因为你和他已经跳了身份 人家就拍刀了 对吧 OK 那就看基点是6位狼 还是12位狼 我会在51里头 好人过了 5号玩家请发言 但说不定一会儿 影狼一刃真拍刀了呢 往好地想啊 因为我的视角里 我第一天我就没有觉得 9很像狼 包括我锦夏第一轮发言 我也说了我觉得9 其实就是10发言之后 我觉得9对10的一点质疑 比较像好人 因为如果他是狼就勾死你 聊你一句干嘛 那不是惹你不开心吗 然后至于2号玩家 是因为被1号玩家保了 所以2跟9 不禁我视角 我自己是一个平民 我觉得清边就行了 就我的是 我昨天投12 我没觉得12是好人 但是时归了12 我当时的想法是 把12出了 然后随便116吃个毒 明天起来再推一个 第二天起来再推一个 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平民 所以我可以接受 他们几个人里面 有一个平民 就是始于非命 但是剩下三个都是狼 就可以了 然后我自己 昨天觉得最像狼的是 那个11号玩家 因为他在那个位置归我 但是其实打他的人 有6号 5号 4号 女巫都打了他 我们三个都说了你是狼 甚至在前之位 刚刚发外言的12号 12号玩家在那个位置 很难开出视角 觉得11是定狼的 所以为什么在这么多人里面 你偏偏选择了我要出我呢 这个是我认为 11号玩家的位置 然后包括3号玩家保了他 他甚至都给不了 3号玩家一个好人身份 所以我觉得11发言 是很像狼的 然后至于12号玩家 是不是 我也没觉得 他发言很像好人吧 就是有点怪怪的 至于你说票行那个东西 12号玩家 昨天真的是10号玩家 归出去这个狼 狼该投他也投他呀 狼怎么还敢外置为投呀 那只有女巫中 有身份的可以外置为投 然后6的原因是 我跟1号玩家解释一下 我昨天的发言 因为好像他在打我 我觉得他好像没太听清我的发言 我6发言 我没有攻击他是狼 我是盘了双边的 我说我不知道七字报 是在脏 五六里面的两个好人 还是就是有原始起跳位 因为七字报他可以是脏 但是问题是狼队第一天就不跳了吗 在七发言之后 就是八发言之后 后置为没有排了 那如果六个好玩家是好人的话 七号玩家第一天 夜间安排的格式 就是这把我们都不跳雄 我在想为什么要这样 我觉得肯定起跳更有优势呀 所以这是我对6的怀疑 但是他的发言 我没有找到他 所以我昨天归的轮次 都不是五六 我只是说我紧张厅 11更像狼 所以我要投11 那如果你觉得我是个狼 六得是好人吧 那六好玩家打了11号玩家 你觉得在狼坑里我队友 我为什么不打六呢 我轮次肯定拉到五六 我怎么会跟着六一起去打11 那11一定数据呀 所以我是说 我不知道六是好人还是狼人 但是我要存疑 可是他这轮发言 我没找到他 所以我要找那张锦上 我觉得更像狼的11号玩家 这是我昨天的发言 然后呢 我觉得11更像狼 我今天会投11 如果投完11不结束的话 明天再去考虑三的问题 但是因为我是一个好人的视角 三昨天保了我打了六 所以可能我还是要在二三里面分辨 但是如果你觉得能保下二 我就会相信你 好吧 然后我会出11过了 三号那请考验 我想一想 首先我觉得七出局 肯定是没点引狼的位置 不然是不会砍成这个样子的 对吧 我们投了12 他们去砍了女巫 我们假设12推出去是狼 他们会觉得四会去赌11 四会去赌11 11底牌如果是狼去砍四 12是好人 就假设11是好人啊 假设11是个真平民 四是个女巫 12推出去如果是 我们推错了 是个平民 比如说狼是256 他们会去砍平民 所以6出局很迷茫 12出局有可能是狼 我在想 5 6 11 12 如果这四个人里面出三个狼 那只能11做那个好人呀 对吧 只能11做这个好人 5跟6 都是起来就要扛推11 12在那个位置说 我也要扛推11 其实很简单 因为比如说我是一个平民 身份权跳完了 9我们打不到 那其实你外助委 保一张牌就可以了 剩下就只剩四张牌 四张牌当中 两个狼加一个引狼 加一个可能会推错的平民 你就打那四个位置就行了呀 所以每个底牌是平民的 其实发言应该是比较简单的 我投12就觉得 我觉得他那位置说什么11定狼 那个比较逻辑很扭曲 因为他如果觉得11是狼 5跟6又都打了11 那5 6 11怎么做三个狼通办呢 他们只能觉得 11底牌是一个引狼 5跟6看不见 就把11当扛推 但11底牌真的是个引狼 对吧 就12如果要把12当做好人的话 对吧 主要现在这个女 她投11她独6 我搞不懂了 就 他们就投出来票 跟他们心里想的都不一样 就很难弄呀 我昨天听11发言 还行吧 11打5 5跟11是两个同伴 他们对打有什么意义吗 就他们两个很难认识吧 很难认识 5跟11如果认识 11在那位置被12打了 他肯定反手先打12 所以5跟11是不可能 不可能作为两个红浪在场上的 对吧 常南老师的意见 我没有参考你是因为我底牌是好人 你点的第一个位置就是3 所以我也不会参考你5 11 12的意见 5 11 12可以 那就真的是11号底牌是个引狼 7晚上没有告诉他们 引狼的位置 然后他们就把11作为扛退位攻击起来了 就是6是那个被冤死的好人 对吧 5是跟着6去打11 12也看不见11 就打这个11 但11真的就如我们所说的 他就是一个引狼 他在那保狼同伴 就是这样 所以投51都可以投 如果你们能把2保了就随便投 51爱投谁投谁 两个都投完不就结束了吗 对吧 还有两个平民 两个神 那不是怎么投都行吗 就看你们怎么定义2吧 2昨天发言好像是还可以 我感觉是还可以 好吧 51PK 我听完11发言 我就确实会在51里面投吧 5号玩家说今天投完11 明天要投我3的 8年到 现在是20点33分 我们本小时的人期榜单 达榜时间已经过半了 现在我们在第12名 已经有1260名单榜师 帮我们送完人机票 谢谢大家人机票 继续冲一冲榜 感谢大家 2号答请发言 有这么乐观吗 当然了 场上有仨咱也没了 最多只能有俩 主要是我自己个人 作为一张好人牌 平民牌 我就很难觉得六象狼 我昨天盘的比较简单的 我自己听完这一圈发言的时候 我当时觉得像狼 那是3号5号和12号 那如果我要去圆满 自己心中3号5号12号狼坑 就得去想 井上的原始几条位 小狼大狼的格式 要不是 7得是小狼吗 3 3的发言 好像很难 做一张隐狼牌 他如果做狼 只能也做个小狼 做个小狼 就是5和12里面 开一个小狼 开一个小狼和一个隐狼 要不就12是隐狼 自己在井下投票 但是5那位 如果是隐狼 3712是三个小狼 那就 可能就 就是7号玩家 第一天安排的 就是我们就不跳 就看运气 运气不好 我就报 你看他就报了 就这不知道 当然 就是6号玩家 咋说呢 我感觉他如果是狼 他的工作量真的不大 对吧 他上一轮 第一个发言 他在那如果是狼人 他应该会给出一个 比较明确的方向 但他其实没说啥 所以没觉得 6特别像狼的点 那我就只能觉得 12是狼 12是狼呢 而且12号玩家 他发言问题在于 他说我第一天给三跪了 我井上从来没给三跪了 我说你说我身份 明我身份 我说你就这个破评名 而且你如果跳出身份来 你就是狼 所以我井上给出他的反馈 就是明记明一下 我不知道12号还说 我跟3号玩家 后半部分发言是重叠的 我跟他聊的完全不是一个事 我再说我认为 如果是一张隐狼牌 看到7号是自己小狼队友 其实都不太会去 想要工作 而是想先把自己保全 这是一个拿到隐狼 看到七在狼队的 第一个想法吧 所以我在分析 11有没有可能是隐狼 当然了我也没听过人家发言 我不能说第一轮听完 人家好歹说我2比3发言好的 我不可能在这位置 直接说11怎么样 所以我听完他后来的发言 他也打了3512 所以我其实昨天 在我这个位置 我会觉得11号至少 跟我视角比较像 我觉得35会差一点的 但是今天3号玩家发言说 一个是不打我了 一个是说51 他觉得只要认下了之后 51顺出就行了 那有没有 但是51咋做狼啊 5号玩家在那个位置 直接打11是一个隐狼 要把11干出去 所以我觉得好像没有这么简单 但我自己是一张平民牌 这是我所有的心路历程了 我当时有点认不下酒 那人家4号玩家 强势给酒报个那个银水 而且说一定是 酒一定是好人 一定是好人 我当然自己也想过 万一酒那个位置是个隐狼 七是一个狼 他心想就自己自报 别让自己跟一个隐狼 大哥PK中 我都想过 但是大家都把酒认下了 那就没有了 那在我的视角就是3511 今天我们能赢 那就是3511 里面只能开最多两个 对吧 咱能赢 就是他们不能是仨 最多只能有两 好吧 我是平民 希望能认下 你给我保到底吧 别只保一轮了 这轮再保一会儿 过 一号玩家请发言 那就一轮一轮保 再保他一轮吧 再保一轮 我认为12号出局是狼 我认为生推局 发言要大于格局 12号 遗言是说 那水子姐我不能是狼了吧 投11为啥就他是狼 他就不能是狼了呢 然后他对着我说 我井下的发言说是3比2好啊 是啊 那你说3比2好我肯定投他呀 我打的是3号啊 因为3保的是11号啊 我认为2号我是不是我保的呀 我没听懂12的一言 所以我认为12一定是狼人啊 出去 听不懂就是狼啊 生推局发言听不懂是狼啊 所以我认为12一定是狼 所以我现在拿不准6倍读出去 是不是狼 那舒老师肯定也觉得12是狼 12投了11 因为舒老师肯定也觉得12是狼 所以他没舍得去读了11 他可能跟我的意见相组 他觉得6是狼 他去读了6号 就是场上留给我们的信息 我认为2号的发言还不错 上一轮10号玩家 你认为3号的状态不错 9号玩家在这个位置都没有聊3号 他点的狼空是5号6号 11号和12号有可能 在里面叫4出4进3 如果你们都能把3认下来的话 那这轮51PK是非常非常逻辑正的呀 就是51PK呀 而且这一轮我没觉得3号是狼的 他没再保11了呀 他的视角也转到了5和11 但是上一轮3号老师 我是觉得你保了11 你去打6号 跟我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在上一轮的听感上 11 12我肯定觉得12更像狼 所以11的发言是过了关的 所以我认为12更像狼 我投了12号 这一轮再听一听11的发言 我认为如果12是狼的话 场上最多最多两个狼 不要说什么511不能做两个狼 因为5打了11 11打了5 没有这个逻辑 可以是一个小狼一个大狼 对吧 刚2号玩家也全是11 有没有可能是认为7在狼队的那个隐狼 我认为2号玩家的思考量 这一轮不太像狼 所以我再保他一轮 没毛病吧 然后3号玩家 我认为这一轮还有一个点 是在于他聊那个4号玩家的毒口 以及狼人的刀口来说是加分的 他认为4号玩家投了11 在狼人的视野里 11如果是个好人的话 11是要吃毒的 那11是平民的 有没有可能转到民呢 对吧 这是3号玩家聊出来的东西 当然这些东西我们都未知的 但是3号玩家 我认为加分的点是在于 他把视野转到了5和11 我也认为51PK是比较靠谱的 听一下11的发言吧 好吧 2号玩家再保一轮 3号玩家9和10号 你们再看管一下 这个轮的 我认为3号玩家的发言还不错 还可以 好吧 你们再定一下3号玩家 然后51的轮次我过了 11号玩家请发言 我上轮不就说51PK吗 我上轮就说了51PK 主要是5号玩家 我说他的点 是他的逻辑断层 你看这一轮5号玩家 起身的发言说 我昨天投12是因为 我没有觉得12是一张狼人牌 这是啥意思呢 就你没有觉得12是一张狼人牌 你没有觉得12是一张好人牌 你去投他 这个东西需要专门去说吗 我现在的格局 我的展现的格局 大概率就是5号7号 然后62里面开 如果6是好人 比如说因为我现在不好 就不能明确的盘 比如说4号玩家读错了一张6 所以我就是说 如果6是读错的好人 那投的12就是狼 如果12是好人被推出去的 那4号玩家 就是把6号玩家给读了 现在这是在我视角里 所有的东西 然后还有啥可以聊的 我上轮不就说了 51的轮次吗 因为我说了 6号玩家 明确在那个位置 他说我11那个发言有问题 我觉得好人 是可以聊我发言 因为我本身 我自己发言是不够严谨的 所以我说了 但是从5号玩家 那个地方就开始 抓了6的手去干我了 他干我的点是因为 我抿了70狼 我123没有做过多的拆解 我锦上明确已经交代过了 我说23可以不开狼 开狼的话 位置在3不在2 1号玩家 我需要听完10号玩家的发言 再去决定1号玩家 因为这个东西 逻辑关系就是 你点了10和11 如果我觉得10项狼的话 你可能好人面大 如果我觉得10号玩家是 如果我觉得10号玩家 是好人的话 那你就是有斐面 因为你在我身上 就点了两张好人牌子 这个点我不锦上都说了吗 6号玩家是说 我保12那点是为了保而保 但是他转念一想说 今天先不聊时 先盘后置位 我昨天为什么说 5 6里面看 不是 你都得盘原始起跳位吧 你总得盘原始起跳位吧 对吧 你没有原始起跳位吗 就是说白了 熊这个板子 就商量就一定不起跳 不可能的 所以5 6那个位置 一定是开飞的 那我觉得6号玩家 他聊了我 他没有把我打死 我觉得他是好人 我的发言存在问题 我能接受他打我 不是说高配打落 我就一定觉得 那个高配是狼人牌 我要自己分析 比如说有没有可能 我保错了人 或者说我打错了人 所以那个高配点了我 我觉得6号玩家 他没有点死我 他只是说 我的发言存在问题 但是5号玩家 是抓着 跟着6的手 一顿攻击我11的 所以我觉得5号玩家 那肥面是更大的 而且5 6那个位置 是不是一定产原始起跳位啊 那6号玩家 没有把我点死 5号玩家顺着手 把我往死里点了 而且他 篡改我发言打 我肯定会觉得5是狼呀 就这么简单呀 我上轮不就说5是狼的轮次 那反正如果 我最后 你说那个叫什么 你说那个叫什么 就是我为什么 12他打了我 我不去打12 那12打了我 我就一定觉得他是 他又不是坐着 是个歪格 他坐着歪格 歪格打了我 我肯定会投他 但是12他打了我 我当然会先从5 6里面 去找原始起跳位 这是好人该有的事情 你们没有人去盘 原始起跳位嘛 原始起跳位 5 6里面一定开一个狼呀 对不对 所以就51的轮次 我今天我投5 好吧 我投5 我过了 直播间中的发放服务 大家各位大目老师 都可以点击参与一下 然后一起帮我们 冲击一下人际榜单的 前十名 现在我们在第12名 然后往前十名挤一下 感谢各位大目老师 10号他请发言 我觉得他发言还可以 长达老师 我跟你有一个意见 不太一样的地方 我们讨论一下 我觉得51绝对不是双狼 我认为他们俩 不存在双小狼 或者大小狼 你看啊 6起程先打了11 没问题吧 咱们先以11为狼的基点来聊 假如说11是张小狼 对吧 5也是小狼 5就会去怒攻击6 而不是把11拉上轮次 对吧 他们俩就不是双小狼 如果11的底牌是隐狼的话 11在那个位置就不会 他看得到5 如果5是队友 他就不会去攻击5 他那一轮就不会说 我要出你5 没问题吧 所以他们俩之间 是不可能存在大小狼 因为他们俩没有跟任何人 他们俩 他跳起来就是打他 他在墨这位是要归他 所以他俩之间是不存在 这个大小狼 我个人认为 我们探讨一下 对吧 我个人认为是不存在 这个关系的 因为他们俩如果是大小狼 一会儿出去会把对面喷烂 就说你大狼 你这样打我 你这样出我 你不给我传递信息 我怎么能找到你是大狼 是不是 我是这么觉得 而且我真的觉得 三又还好 就是我就是不是很想打他 因为他锦上那个发言 感觉就是边想边说 边想边说的 也没想太多 宝宝 我很不想 逆着舒老师的意思 但是你看 我们全场没有人 在攻击过三了 对吧 除了你 对不对 我们后这位基本上 都把三给保过了 如果九的底牌是个好人 他就说五十一顺出 怎么都赢 在他眼里没有PK 这么一回事 五保着九 十一保着九 我觉得五十一里面 开一张好人 开一张引狼 他们都保着九 那九是不是小狼啊 因为我总是想不通 就像我想不通 昨天陈碧为什么说 他自己是爷爷一样 我也想不通 为什么带是这么爽快 就去自爆了 就硬生生做九 一张钢铁好人 还是个银水 坐在这儿吗 硬做呀 我觉得不太像吧 六十二里面肯定有狼 因为场上有三狼就拍刀了 三个小狼他们认识 大狼直接就认了 我是大狼 我狼队友是谁 咱们给银拍了就完事了 你们不信出我也行 所以场上一定是六十二里面 出了狼了 对吧 我觉得舒老师读六 是因为他认为六十一是两张狼 先把六读掉 他觉得六比十一猛 十一留着给我们推 我可能会想出五和九 我真的觉得十一这轮发演还好 如果他是个狼 他要不然拉着你打我 要不然拉着我打你 他是装傻子 他不是真傻子 他能窝囊成这样吗 所以我觉得像五九 我觉得是五九 而且我会 可能会先出九 我觉得九号玩家 这轮发演状态不太对劲 宝宝一声耻笑 确实 如果九是个狼 上一轮跳白痴 我有可能会投 昨晚才发生结束 我个人家请再推 做好特别准备 再推 警长请归票 警长归票 五号 九号 平票 PK 警长票变为一票 个人家请做好特别准备 三 二 一 请出票 一号 二号 三号 九号 十一号 投票给五号 五票 五号 十号 投票给九号 两票 五号玩家 五票数据 请发表一言 可能是九十一吧 你觉得十一是好人 他昨天在墨智 莫之位拉自己跟我PK 如果他是好人的话 他既然觉得五六 是原始起跳位 一定是五六PK呀 哪张好人会拉自己 上PK他呀 他怎么在那个位置 能够知道我一定是狼呢 他只能知道我一定是好人 我听完六的发言 我都不敢拉六PK 因为我不知道这把游戏 有没有原始起跳位 有可能六就是一个好人 所以我说 我觉得不能在警长处 但是我自己听警长 十一是个狼 所以我想要出他 他在墨智 说五十一PK 好人不会拉自己上轮次的 所以他从昨天到今天的发言 我觉得都是不符合逻辑的 我觉得十一是狼 但是呢 你觉得九号玩家是狼 你归了我跟九PK 我肯定会投九 九的票型这把也比较像狼 因为九昨天的位置 他既然觉得十一十二 像双狼的话 他觉得六是那个狼 他就确实不可能出到我 就像你说的 他今天确实没有必要 拉五十一PK 在他的视角里出十一就可以了 因为他认 我昨天认的狼是六十一十二 四号玩家选择 相信了五号玩家 把六号玩家读掉 那就说明在女巫的视角里 我是好人 因为所有人都觉得五六里出一狼 但是四号玩家没有赌 我赌六 可以遵循女巫 我觉得如果你今天真想归票 你别归PK 你就归九都能好一点 然后 我觉得舒老师可能是 头十一让我们今天去投他 然后晚上偷偷把最后 另一张狼给赌掉 太强了 但是好人没有领略掉 我不知道我是平民啊 过来 五号玩家议员结束 之后发动机能 五四三二一 五号玩家请离场 各位大门老师 现在是20点47分 我们现在还在第十一名的位置 进入到最后15分钟之内的 冲刺时间了 希望各位大门老师 都能帮我们先把人期榜单的 排名上提一提 下方礼物清单 点开就有粉丝的分享卡 第一个礼物 第一张人期票特别重要 可以帮我们增长额外 两百人期值 我们仍然需要更多 帮我们拉满600票 大门老师 一起冲一冲我们的小红牌子 谢谢大家 好久不见 老人是正业 想跟你说一些 老人是什么就杀不掉 但从我说起呢 我也不知道 所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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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就算了吧 老人是正业 老人是正业 引狼竞争演 建议得到最后 对 新选走起伤的目标 引狼竞争演 女巫竞争演 竟争演 刚才被鸡虾 所以只要去给你手 是 不要自己的手 女巫竞争演 女巫竞争演 毕业人竞争演 请毕业人的心动状态 毕业人竞争演 做人家起伤的表情 三 二 一 天亮了 昨夜一号 还没有预言 是我发动技能 五 四 三 二 一 一号 人家请灭灯离场 人机票最后十分多钟的时间 各位大毛 是冲一把 在第十一名 现在是考了一个及格线 以下零点五分的成绩 抓紧时间 送送人机票 谢谢大家 请接上组织发言顺序 自作死有 昨天熊没有跑伤 自作死有 二号或十一号 十一号 请发言 我是赢了 对不起 然后就 自爆砍了 我过了 十号 让他请发言 确实五十一里边那个分不清啊 我觉得他们俩是一个好人一个隐狼 都保酒 酒不就是小狼吗 我觉得他们俩之间就是不存在大小狼见面的可能性啊 我最后其实有点想订票归酒 但是我归他的时候 我宝宝跟朋友们吃了一下 我心里就坏了坏了 笑话我 我就不是很坚定啊 好吧 但是你发言我是觉得还可以吧 我以为你会吃毒的 因为你确实是有点像在地画 然后他投了十二 然后十二要投你 你不投他 你去投五嘛 对吧 但是五十一里的隐狼放不清 因为我跳起来就一个劲的说九十好人 九十好人 九十好人 所以我他们俩里的隐狼 我真是有点没找着 但是我觉得他们俩里边有隐狼 肯定只能保着酒来打嘛 对不对 所以那酒不就是小狼吗 别的没了 过点 最后男性发言 反水归十二还是很牛的啊 因为这么多人 那边十二确实是狼啊 然后而且我觉得他状态发言都挺好的 但是归了就大家都会跟你投 那个很厉害 主要是有一个 读了一个 这个也没办法 然后因为我们视角里 十一得是我们大哥 因为他第一天就被耿雪儿揭穿了 耿雪儿其实说的是对的 他说那个 对他对他 然后歪哥起来就是一个这个叫我 所以我本来就是火种 所以那个我必须不负众望好吧 那我就自报了 过了 最后让谁都知道 天黑请闭 游戏结束 六是好人读错的是吧 对 他如果读了十一 你归了我就 哦对了对了 我觉得五六里边的那个没分清 我感觉他们有可能明天不错的 我以为他们俩明天有可能不错的 这个人我们就可以脱过当地满民 直接进入到门里了 希望各位弹幕老师帮我们继续送一送人期票 最后的八分多钟的时间 然后直播间也正在发放福袋 各位弹幕老师可以点击参与一下 如果中了福袋的话 一定记得帮我们送人期票 谢谢大家 给大家付下盘 本周期熊八号 女巫四号 猎人十号 白痴一号 隐狼十一号 狼人七号 九号 十二号 平民二号 三号 五号 六号 首页九号 狼人自刀 女巫要救起 行程平安夜 上井环节 七号狼人选择自报 熊咆哮了 然后入夜的时候 狼人击杀八号 熊 然后第二天 延期竞选警长环节 十号猎人当选警长 第二天白天 十二号狼人被公投出局 入夜 入夜狼人击杀四号 女巫女巫毒杀 六号 平民四六伤死 第三天白天 五号 平民被抗推出局 入夜狼人击杀 一号白痴 白天九号 狼人选的自报 然后呢 十一号 引狼开刀 最后一张神 人牌十号猎人 游戏结束 狼人阵营图神获胜 各位接下来 收看到的是 京城大赛 第十四季 秘境森林 本节目由经典 狼人杀APP冠名 赞助播出 最后的七分多钟的时间 我们现在人气值 在第九名 感谢所有送出 人气票的戴木老师 今天有3260名 戴木老师 已经助力了 我们人气值 谢谢大家 人气票 给七号眼睛 跟镜头 然后帮我们一起 助力一下人气榜单吧 汉堡 吃汉堡了 想吃汉堡了 我可以吃 可以吃 给我个挨一个 谢谢那个 吃瓜少年的人气票 谢谢 汉堡 迪姐 谢谢迪姐的人气票 谢谢迪姐 谢谢汉堡了 谢谢这个 歪歪不怂的人气票 谢谢 哼哼唧唧的人气票 谢谢 啊正好 谢谢燕七的人气票 谢谢牛哲堂的人气票 我们人气票可以送一送 我们那个 我那个自曝 哦 下盘得点一下赞 下盘 下盘点一下赞 是可以开视角的 我们还是800万 开开开开视角 第二盘 大家赞购 谢谢音霸的人气票 音霸 你怎么就送了一个 188个 不符合你水平 谢谢知智人气票 谢谢小羊快跑人气票 我那个位置肯定要自曝 因为单边的熊 我跟圈圈 谢谢独木桥的人气票 我跟圈圈 只能活一个的话 我就自曝了 我自曝不让五六发言 他们可能会盘五六里面 有个原始几条位 大概就这样 而且我觉得我自曝也不输什么 谢谢 我真觉得赢了 因为真的 就是到生推局 他们很难找对所有的这个 而且我们今天自刀了 谢谢不潇洒的 燕的人气票 谢谢狗师傅的人气票 一入夜圈圈框框要自刀 我说这个别自刀 他非得要自刀 他后来圈圈既然自刀了 对吧 旁边有牛肉干 所以我只能自爆 把牛肉干砍了 谢谢JQX的人气票 谢谢神爱吃玉米的人气票 那要不没办法 因为我没有办法去跟圈圈变 我变一变 因为9号是自刀狼 对吧 但是其实自刀这个东西 饮水也没什么用 没什么用 我自爆主要圈圈身份能高 谢谢ZENO的人气票 谢谢周杰驼的人气票 谢谢大家人气票 来我们有能力的导导师 可以送出人气票 我们可以开开牌子 谢谢不觉晓的人气票 这局没有夜间视角 好吧 这盘就是9号家自己要自刀 这盘没有夜间视角 不用骗我 谢谢家没有点的 人气票 不行 点点赞 你们搞搞 这样 你们搞搞搞个800万 我们就开视角了 800万开开开视角 谢谢达的人气票 没事不用跳 我自爆就可以 因为我自爆他俩就是抗推位 很像原始解答位 谢谢 谢谢熊悟空的人气票 谢谢啃你屁股的人气票 谢谢丢个包袱的人气票 谢谢丢个包袱 谢谢施迪科 鸭的人气票 谢谢池鱼的人气票 谢谢大家人气票 谢谢丸子的人气票 谢谢丸子的人气票 谢谢环子的人气票 谢谢Magic TC的人气票 谢谢池鱼的人气票 这局很难的 800真不多 真不多 谢谢鹿的人气票 昨天800也到了 很快就到了 真800 500 700吧 好吧 700 700 好吧 不能再便宜了 不能再便宜了 700最低了 700最低 最低700 不可能再便宜了 天哪 第10名 第9名 谢谢晚饭 吃什么人气票 大家人气票再送一趟 还有四分钟 还有四分钟 快快快快快快 挺一跳都行 大家抓一身 很关键 很关键 对因为想看全局吃小才会点 不想看的肯定不会点 谢谢星辰大海的人气票 谢谢施黄的人气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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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点 700 700 700 不可能 200 真不能 真不能 真不能便宜 真不能便宜了 尽力了 谢谢卡卡的人气票 谢谢VV的人气票 700万金价都进不来 谢谢 真真700 不行 不可能 不可能 真700 等一个天 谢谢等一个天晴 谢谢天线宝宝 谢谢 乌恩文尔 谢谢Mongo的人气票 谢谢大家人气票 手打了 各位大门老师 谢谢青蛙走开的人气票 你是不是没长大 你是不是没长大 可 等会儿 等会儿 等会儿放 等会儿放 放什么夜间 怎么要人气票呢 你算 谢谢C 谢谢C的 人气票 谢谢C的 人气票 谢谢郭吉的人气票 谢谢 感谢 感谢 谢谢孤晨的人气票 谢谢超爱帅哥的人气票 别老瞎 看夜间视料 谢谢阿博的人气票 两分钟 谢谢JC的人气票 距离第八名 只差7.5万人气 谢谢Sleep No 重一波 Sleep No More 谢谢晴天的人气票 大家没有送过的 可以送一张人气票试试 你看一下 送完之后会 直播将会产生什么变化 谢谢 谢谢上班只为 摆烂的人气票 谢谢燃闪的人气票 谢谢 木签木签的人气票 谢谢一辰 一辰的人气票 谢谢人气票 好 两分钟 谢谢小韩人票 确实有些 淡木老师感觉了 9号人家 他们盘的时候有看了 有些淡木老师还是可以的 谢谢 谢谢发弹木签的人气票 谢谢 SYF的人气票 差2.9万人气 第7名了 第7名了 谢谢咪咪的人气票 最后两分钟 最后一分钟 最后一分钟 第7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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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第7名了 好家伙 300个人送一张 第一张就可以进第6名了 对 一人送一张 就没有送过 大家可以 谢谢向哥哥人气票 谢谢卡比人气票 谢谢乔乔乔乔的人气票 谢谢呼呼呼呼的人气票 谢谢G的人气票 谢谢修音箱的人气票 谢谢H的人气票 谢谢越下独白的人气票 我感觉我们这自刀没用 其实自刀没有什么隐选情形 谢谢 一下独白人气票 10秒 谢谢越下独白人气票 最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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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了 快了 最他最后了 谢谢随心所欲的人气票 谢谢 接宝了 接宝了 好好好 第7名 谢谢大家人气票 没谢我 谢谢大家人气票 谢谢KS人气票 谢谢人气票 那个放完夜间取消 赶紧赶紧开啊 赶紧开 赶紧开 来我们就一起看一看 在第一局的夜间发生什么事 9号人家到底是怎么 中刀打了 有请到老师 播放VCR 老人请睁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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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老头发号码为 老人请睁眼 老人请睁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狼人请睁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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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狼人请问同伴 杀战术决定击杀目标 狼人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狼人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狼人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狼人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狼人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也许从外 有些遗憾就能释怀 礼物圈起闭 预言家请重演 预言家请继续 正常人正式来到身份室 预言家去起闭 舞者请睁眼 舞者请闭眼 白痴请睁眼 白痴请闭眼